字幕提供 記得訂閱我呀 這次Staycation 下集會講一下 HIGHEST CENTRIC的狗狗設施 酒店食物附近景點 先一起來看看 酒店3樓的草地 一打開門 就是看到很大的海景 這個放電草地不算很大 但也夠了 就是狗狗在這裡跑圈放電 11自己在這裡跑也很開心 放完電去吃下午茶 當時酒店的package是包兩份甜品套餐 可以去farmhouse cafe 自行選擇甜品款式 入住的時候是聖誕期間 各款的甜品都是聖誕節的造型 有椰子芒果熱情果聖誕老人 柚子聖誕中蛋糕 雪花藍莓Cheesecake 聖誕樹蛋糕 還有肥嘟嘟雪人蛋糕 我們選了雪花和聖誕老人造型的蛋糕 還有兩杯咖啡 聽聲就知道外層是朱古力脆皮 白色是椰子mousse 中間是熱情果醬和芒果肉 熱情果醬酸酸酸的 很開胃 還可以中和一點甜味 這個蛋糕不只是上面有藍莓 切開裡面也有藍莓醬 芝士味剛剛好也不會太膩 吃完下午茶就去附近的狗公園和十一散步 立刻就用送的環保袋 酒店正門左轉就是北國會商場 如果要帶寵物就需要入車或者放入袋 一出去跟著地上的腳印很快就會去到狗公園 到了北角海濱花園寵物公園 有兩個閘 入到狗公園記得要關閘 十一看到狗是會轉圈的 晚上的時候我們再去北國會外面的展覽拍照 當時是楓葉的主題 沒有表情的十一 現在北國會商場裡面轉了是玫瑰的主題 大家還可以走大約15分鐘去到炮台山的東岸公園 不過這次我們沒有去 再回到酒店當然要陪手一玩 還要幫她拍照 你們這些人類玩夠了沒有? Snoopy 我跟你說的秘密 剛才我被哥哥姐姐玩了很久 又逼我換很多衣服 這些東西我只敢跟你說 我們不要管這些人類 我們是信套 第二天早上我們就去了吃自助早餐 如果大狗就需要坐戶外 餐廳都算多大 食物種類很多 西式食物有煙肉、腸、茄汁、焗豆 麵包、布丁、熱香餅 這個熱香餅有配料很好吃 吃了幾個 還有蜜汁烤火腿、薯餅 這兩款都很好吃 有不同款式的蛋 這個自選鵪鱉土很好吃 所以經常都有人排隊 配料可以選擇 洋蔥、蘑菇、火腿、三色椒 中式食物有粥 例如白粥和雞粥 豉油黃炒麵、炒飯 粥的配料都很多 例如有薄翠、炸菜、鹹蛋、皮蛋、炸蒜、酸瓜 當然不少得有點心 每次在酒店吃早餐我都會吃麵 有少量的日式韓式食物 例如味噌湯 日本珍珠米 日式咖喱 泡菜炒豬腩肉 這個泡菜汁可以拌在旁邊的腸粉 味道有點像泡菜蓮膏湯 麵包種類都很多 除了較常見的鬆餅、冬粒麥包之外 比較特別就是有港式的菠蘿包和雞尾包 這些是冷盤 有各款的沙律菜、水果、芝士 還有Cereal和乳酪 自助飲品有豆奶、蘋果汁、橙汁和茶 整體來說酒店食物質素都不錯 高中吹吐辣起床 姑姑姐姐吃完早餐了 咦!什麼事啊? 是不是有肉肉吃啊? 再見了十天 Slowpy,我不捨得你啊 不用顧著我,我會訂閱你頻道看你了 耶!我帶了Slowpy回家了 拍片真是累啊 做Youtuber真是辛苦 我先睡覺吧 記得訂閱我 掰掰 掰掰